我們先打開我們的無線投影的功能 打開完之後 我們可以到MyViewBoard上面去 MyViewBoard這個介面我們可以直接右邊 或是在上面 就可以 把螢幕分享到MyViewBoard上面 這邊你的名字下面打 MyViewBoard的 名字 分享出去 MyViewBoard這邊 就會出現第二個名字 叫Big 打開之後他就 畫面就會出現了 他現在畫面是跟我的畫面是一模一樣的 無線回應 對 這幾個功能是一個是他可以把麥克風關掉 可以把麥克風開啟 然後這邊呢可以我可以說 瑋老師這邊 他如果 Share他的螢幕 他一樣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他可以截圖 放在這上面 我可以把這邊關掉 這邊就沒有了 好 我剛剛說 先放他下巴 說 是 我们下期再见